4月15日,影片《人间小团圆》在京召开终极预告片发布会 当天导演彭浩翔协助杨古天乐、杨千华、梁永琪现身活动为影片宣传造势 两位女神搭档男神现身,全场自然是引力十足 而全场焦点也落在了大兄女梁永琪身上 前不久,片方曝光了一组梁永琪的大尺度击照 照片中,梁永琪饰演了一位大凶超模,看起来相当火辣 不过,当天发布会上,一袭紧身短裙现身的她看起来胸部却是明显缩了水 正当小编疑问连连时,例证真菜实料的梁永琪却当场向记者抱起了料 数字,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嘛 那就给你一个最完美的数字,36,23 是这样的吗,不在 当然,当然了 对对对,骗你的 看来梁永琪果真有料 但在戏中,为了能够更加融入剧情 导演还赋予了梁永琪超大胸 大胸加美腿的超模先生 作为老公的谷天乐能不动容吗 我觉得我戏里面那个身材已经自然就是 虎仔就很乐了 看到,不用特别做什么 虎仔就天天乐了 对啊,因为戏里面我有一个很超,就是不合比例的大胸部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又没有看过,我为什么要知道 还没拍见你啊 没有啊,哎哟,那可惜了 没看到,没看到我们精彩的演出 就是戏里面我是有一个很大的胸部 然后,因为我是模特儿嘛 然后现在你看,模特儿都是 五官都是很美,还有胸部都很大 所以导演才给了我这个造型 在戏里面 所以自然,其实不用太,怎么诱惑 因为谷仔在片场看到我,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 很厉害是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很大啊 因为从来没有试过这么大啊 就是导演赋予我的啊 所以这,这已经给了,已经是一个诱惑了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